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世界上有些事情 你就这样说 真是去到生死关头的时候 你可能会有一些想法 你真是有些侧人心的 但有些事情我真是不会同情 像这个女人那样 上大陆 回来香港在深圳的口岸 买一只鸡 买回来 发觉很少 投诉 不果 然后呢 就在香港零一 说真的 闻家产 回大陆消费 大家知道我抱着我的立场 其实我真的没什么所谓 水向低流 或者你觉得很新鲜 近期呢 我确认了我由八月尾到现在九月尾都来了 是的而且确的 那家是多了人的 的而且确的 OK 所以生意就不见了 好像呢 我今早去吃早餐 去那家全民的男店 我不知道是不是男人 因为他招呼了阿叻 在190年的时候 看法 看法 吃东西 那我基本上每天都在那里吃的 为什麽呢 他附近那间我吃开那间 我吃到厌了一些味 那看法呢 公道点说 他是好吃点的 一些东西又够热 那我都在那里吃早餐 一般的 我今天走到那里 他说你老母 十点三四个次 一两三个客 很少喝嘛 通常都严慌谷激的 那我都没有跟那些女孩子 说什麽了 是吧 那 其实说起饭食也是这样说 阿正也做过 其实有时候 真的要好好吃真的很难 大家就是逗少少东西 就是做不到就做不到 做到也不代表你上水的 你问我 做到也 但是做不到呢 你一定吃东西 但是有时候 在那个环境 我做不到也上水 我问我 为什麽要做到这麽好呢 好像做麵 那样 那样 那些汤要够热 这些东西都不够做到 那样 那我迟些有个地步 等我老友 阿正也认识的 他老友 他搞定了厨房 就好了 那我们的地步在做一步 很方便的 可以坐四五十人 还有卡拉OK 哇 那我们可以做 试一下 试一下 它是西餐厅 但是我们可以 因为它是米芝莲 那样 试一下施司房菜 那样 做些羊腩煲 西餐羊腩煲 西餐羊腩煲 然后再做like直播 嗯 就是我甚至乎 我们老友很吹得的 上来做节目的了 那就可以讲讲一些社团 你最喜欢听的 嗯 那我收到最厉害的 那些鬼故 是 又或者有一些 如果我们是做patreon 的话呢 因为其实可以patreon 好像阿SAM他们卖票的 那我们可以做 网上直播两个钟头的节目 那你们都会吃东西 比如三九九 去到那时就是二百元 为什麽呢 整网的墙 就是要重生起位 你不求人 我们是 我不是说我们 每一个人都是 吃点开心心的 那些地方 好了 这个阿港妈 为什麽我说不可怜呢 喂 一百零百元人民币 百零百元港元 在香港也能买到 何必须搞的 那麽很辛苦 一只鸡 就随时买到 喂 虽然我不知道是什麽雞 喂 其實现在你在街市 買一只鹽焗鸡 有些店铺 其實很多幾十元 很多都是 那当然 唉 你不知道是什麽雞 吃不死你了 你在哪里吃都是这些东西 香港都是這樣的 不然那時候15元燒立飯 10元燒立飯怎麼來 好了 近期有不少香港人 因為價廉物美 價廉就是 價廉都未必是 物美就看著怎樣 北上買送回香港 不過小心有機會重複 你搞到街市倒閉 原廣街市倒閉 我明白 湾濟街市倒閉 有港媽說 早前在深圳俄湖口岸 用108元人民幣買一隻 原隻精新鮮清遠酒地雞 回香港做總 新鮮清遠酒地雞 誰知打開後發現 數量不像一隻雞 認為受騙 五小姐接受訪問的話 9月21日 在深圳俄湖口岸 香港一間燒美店 用108元買一隻 精新鮮清遠酒地雞 回香港做菜 要求店員斬好 其實也是其中一件事 很多女人不懂斬雞 其實上網看 斬雞不慢 斬雞最容易 蠻餾厚 掉這兩日 骨ных小 不斬雞 五小姐說當下他很失望 雞胸只有兩塊 雞腿只有一隻 其他都是頭頭尾尾 雞頸沒有肉的部位就有齊 有肉的部位就沒有了 他就說在店裏面親自選擇那隻雞 當時店員背著他斬雞 懷疑他換了另一隻 他未必需要換 你老母不斷丟到其他地方 或者 學你所說 他為甚麼呢 這裏便宜一隻腿 那裏便宜一隻腿 很快就可以又製一隻雞 這隻咳咳咳也收起來 這隻咳咳也收起來 這隻咳咳也收起來 這隻咳咳咳也收起來 這隻咳咳也收起來 那些叫甚麼呢 組合雞 好像我們的組合車一樣 組合雞 賣六七隻他可能變了多隻雞 好了 他質疑 除了份量不足之外 品種也不像是 店員標榜是新鮮的清遠走地雞 我吃開走地雞 都是肉實一點 小肥膏 這個是對的 骨實一點 硬一點 好像我金鳳王一樣 我被人投訴 這麼硬的雞怎麼吃 我真的沒話說 走地雞 你吃得開的那些 真的打針肥雞 沒得說 今次買回來的雞 肉質淋身很多肥膏 變成冰鮮 肉質淋身很多肥膏 不單止是冰鮮雞 而且是不靈的冰鮮雞 為什麼呢 如果是清遠這些雞 它冰鮮也是會好吃一點的 都是會好吃過你那些 實一點的 好了 他說 他說 覺得是吃開香港的普通廚藏雞 他 三百人民幣 其實說 因為我不知道環境 其實如果這樣算 新鮮雞 不是便宜很多 那它新鮮雞又招勻 那也是 但是不是新鮮雞才行 好了 去見攝市 店家的雞買得便宜 又標明是清雞 而且用的是新鮮的清遠雞 更加自己說自己在廣州八年老店 就幫助一下 誰知道第一次就是這樣 他打一碗去投訴 怎麼知道對方就否認 為了換雞 和份量不足 你去更加是結金 難道他說是嗎 好了 五小姐說 港人不上消費成風 他說其實羅湖口岸 那些消美店價格 都不算最便宜 但勝在近關口夠方便 他說經歷這次事件 大家應該要小心些 那些店 那些人以為買一次 就不怕騙 我們一定要說出來 不要以為香港人很騙 他說也上大眾點評去 裂評那該消美店 希望其他人不要中火 我們先看一張雞照 我不知道 通常 去到現在有沒有環境 我不知道這一個五小姐 會不會 特地拿起一兩塊 再 讓你這張照片出來誇張一點 齊不住 一定齊不住 這麼看也齊不住 這裏只有半隻雞 雞腿 每一隻 上腿 下腿 下腿 也有 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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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邊的雞 現在上面的雞 你怎麼看也不像 一隻雞 還有看皮 也不像實肉雞 不是 骨子也像實肉雞 看骨子 右邊雞胸 那些也有點像實肉雞 不是 雞上腿也有點像實肉雞 但是 其他有些 中間那些 可能這裏真的幾隻雞 砌出來 會不會 真的不想知 被人騙就該死 回大陸 小小 這隻雞 很古怪 算了 還要出來投訴 你真是有錢 好了 這件事 我懷疑是否因為香港人的身份 被人這樣搞 如果不是 就算更大的 誤會沒有理由透露三個月 有個67歲的港府 到七月初去南韓濟州島旅遊 一落機 就去看精膜 大家知道是看精膜 就是那些浴室 他就昂貢貢 就用手機 拍來留念 不想都去拍 看精膜那裏 其實一定是獨怪不准拍照 結果原來就拍到其他人 於是他因為輕菌 人家就報警 警方去到現場 檢查樓庫的手機 發現當中有三至四張照片 其他限日 就當場將它拘捕 劉太太的老公和記者說 他老婆一直在警署接受調查 到七月九日下午就可以保釋 即是 竟然調查了一多兩天 你真是打電話 保釋他可以外出 但你要交出護照 就不可以回香港 他本來是七月九日回來的 當地沒有親戚朋友 才可以入住酒店 期間你可以自己活動 但總言之際 回不了 他說曾經聯絡中國駐濟州 總領事求助 及後上個月 又再聯絡本港入境署 為什麼上個月再聯絡本港入境署 就是中國駐濟州的領事官幫你不倒手 不要說什麼 劉太太曾經接觸過 有些人說可以幫他協調金 十五萬港幣 他們嫌高 後來協調到九萬元 以為給完九萬元 可以馬上獲利 誰知原來協調金 只不過純粹跟檢察局協調 所以他們聽見這樣說 他們懷疑是騙案 都沒有付錢 好了 接著現在聯絡入境署 這件事實力都回復了記者的問題 老實說 六、七歲的婦人 這樣拍了一些女人的照片 在浴室裏面 什麼案都審完 我不會質疑韓國的法律程序 我不熟悉的 警告也好 罰錢也好 賠償也好 嗯 嗯 你現在這樣 扣留在那裏 然後等 說要延續法律程序 你這個排期排到什麼時候呢 簡易自罪都行 我不知道法律那邊是怎樣 是很不合理的 會不會是因為中韓關係 或者韓國關係 我不知道 如果不是 我覺得這些打電話的罰錢 怎麼搞得行 除非他真的拍了一個波 拍了一個氣 如果大家想到那六、七歲的女友 我打電話 我打電話 要入到汗精幕 拿電話機去拍 有什麼大不了的事情 是犯罪 就罰些錢 甚至扶安領都行 我也不覺得那幾個女人 被她拍了那幾個 反而一定要留幾個月 希望呢 立即去到這些位置 就說什麼法律是法律 不可能說是內政 結果就說 好了 李旦爺 之前說過了 終於上法庭了 世有道士 吟家產 涉嫌以驅邪 和遺名 就性侵一個 有輕到弱智的少女 而更加令人不似 就是死的老母 都涉嫌教唆非禮 這件案子真的很離譜 你說一個愚媛的人 你說她的女兒是輕到智障 我懷疑她的老母也是輕到智障 嚴重智障 老實說 這個世界上無奇不有 有沒有什麼性交轉運捉鬼的事情 可能或是真的有 都不定 我真的不敢說沒有 但是 絕對不是坊間你們的七頭 你們會認識 老實說 真的 可憐人都有可恨之處 我就絕對不是 因為她有輕到智障 如果有女人說 被人罵你了 沒有性交轉運 侵犯了報警 當然要報警 但是我一邊讀新聞 一邊讀得這麼笨 也有 你知不知道 你這麼笨 很容易引致我們會犯罪 這麼容易 他說 喂 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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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阿豪 阿豪師傅不在這裡 你要約他 他不是經常在這裡 做什麼事 有什麼幫助你 沒有 我想問一下 問什麼 問恩怨 你在這裡瘋了嗎 問我 我當然不是你 是你的女兒 你怎麼知道 我看你的面相 其實你是黃太 其實我當然不認識這些 不過你上次上來買過東西 留我的名字 我對你有些印象 為什麼 因為我看到你眉頭輕皺 好像有些心事 上次你跟我家車聊天的時候 好像說你的女兒 現在接近三十歲 然後拖牌 你很擔心 是呀 是呀 好 我跟你說 其實是呀 是呀 他已經得到一些信 你留下一個電話 我叫個豪師傅 問他 你的女兒在哪裡 他在家 他知道你跟他問嗎 他不知道 別跟他說 是明白的 OK 或者你去那邊坐一坐 我現在找到豪師傅 看看會不會今天 真的鬆動一點 看看我沒有機會 和你 make an appointment 去見面 吹水 你喝杯茶吧 你喝杯茶吧 進來我們就好 我跟風水浩說 要不需要隔一間房 不用了 你這裡就可以了 為什麼呢 他平時沒有開大光燈 後面是綠色的一片 他後面有一個靠山 那個坐在我們這個位置 那個那個問津 在那裡有大高燈 那些是錯的小圓燈 他的氣勢都不一樣 然後他在那裡 吹你嘖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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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威酒 Physic Nicole 你的女兒是天煞孤聲 用我的手 懷疑一輩孤獨,你真是懷疑孔 師傅,如果我老公走了 我們兩個看到一個女兒 現在28歲了 喝不喝那個女婿茶就不要緊 起碼我走了到時,他都有人照顧 又一輪又一輪吹 辦法不是說不好 好,難吧,不如另運高明 你還有什麼收藝,黃太太,我想我幫不了你 隨緣,或者你另運高明 起床就送走他 嘩,他更加,師傅 今次你就禁了來吃 但記住,被人騙錢不要緊 特別封數豪,他絕對沒有性交同力轉運的能力 好了,這個輕道智障的年輕女子 在2019年 甚至乎你溝女都可以 真是不要說什麼 溝女最難就是突破 拖惹的關 其實現在容易一些 你難是因為你真的喜歡那個女孩 就難而已 如果你不是真的喜歡 只不過大家玩一下 其實應該都不難的 通常都不用這麼說話 你晚上,十一、二點吃完東西 看到你了,一上車 去哪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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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哪兒 現在的女兒很多都沒有 好了 這個話是有輕道智障的年輕女子 在2019年 被發現倒閉在龍尾村的村屋裡面 西貢龍尾村 西貢龍尾村 西貢是沒有一條龍尾村的 應該是大埔 其實很奇怪 他們的記者不懂 大埔當然是大埔 但大埔其實 陳幾何時是屬於西貢區管轄的 這是很多年前的事 好了 一名報稱中醫的男子 被控謀殺和非禮的女子 女子的老母就被控教唆該中醫非禮 啊 老母教唆個男人非禮自己的女兒 世間上有這樣的事 好了 案件昨天在高等法院開審 六女一男的陪審團主審法官是杜麗兵 控方的開案陳詞說 男被告是道士 其實我真的有幾個導師 真的要找他們出來 事主的媽媽 即是女被告 亦都是男被告的弟子 即是老母是弟子 男被告被捕後 在警戒錄影會面裡面 承認曾經為事主舉行驅軌儀式 包括 將女被告購買的假音鏡 插入事主的音道 我從來未聽過驅軌儀式 將一條假鉤插入隙子裡 我真的未能聽過 你說不是 你直接神怪一些 找個圖木劍啊 或者找些 銅錢劍那些 銅錢 痛啊 你是痛啊 但你覺得我不敢去爭論你 是 是不是 這神怪的東西 你可不可以拿一條假鉤 如果以前怎樣驅軌儀式 是否有假鉤 好了 又用拖鞋和蚊柏 擊打事主 這樣也不會死人 以及將頭部撞牆 還有強冠事主喝酒 匡匡說 事主的死因 過濾攝取酒精引致肺炎 和頭部受傷 頭部受傷 未必是 但過濾攝取酒精引致肺炎 喏 他們就是想不到 這個師傅 喝酒 你想一下就是 天望恢恢 這些 承認的事實就是 事主 就是雙方承認的事實 事實 患有輕度致力障礙 救護員到場 發現事主 有念部有雨霜 背部有私斑 當時是穿著 牛仔短褲T恤 和成人尿片 被告 張子財 2019年 案發的49歲 即是1970年時期 報稱中醫 被控於2019年9月2日 在香港謀殺一名女子 另外被控於2019年8月1日至9月2日 在西貢龍美村 猥蝕侵犯同一名女子 而 而 吳馬鱼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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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姓吳 53歲 案發時 就被控於同年8月1日 在香港 協助和教唆張子財 即是師父 第一被告 猥蝕侵犯同一名女子 也即是第二被告過 女兒 即是瘋狂線道 好了 案情說 警方在2019年9月2日 早上7時多 接獲報案 到場後 發現事主 在一樓的房間裡 警方發現事主的頭背 全身都充滿傷痕 之後確認事主 已經沒有呼吸和心跳 控方繼續說 當時另外有幾個人在場的 包括被告張子財 事主的老母 和被告吳馬如根 即是事主的老母 老公 以及另一名姓張的女士 張子財是道士 事主父母 和姓張的女士都是徒弟 真是屌你 想起了三個徒弟 好了 事主和三人同住一屋 即是說 應該那三人就是 事主 和父母 兩名被告同日被捕 被告張子財被捕之後 錄取了兩個警戒 錄影會面 以及回到案發現場 重組案情 張子財 吳馬如根 上面說 事主近日因為被邪靈附身 邪靈 道士 通常少說邪靈 邪靈 我們通常是聖經 尋覆 所以他要在他身上 驅逐邪靈 承認 在驅鬼的儀式裏面 用不同的方式 襲擊當其時 仍在身 但失去部分意識 或是全部意識的事主 你都不想再襲擊 也要停 他爸爸媽媽 他爸爸媽媽 他 也包括由事主媽媽 即被告馬如根 買回來的架糕 拆入事主的陰道 以及用拖鞋拔拍 打他 灌他喝酒 以及將他頭部撞牆 另一名被告 吳馬如根 就在警戒錄影會裏面說 也都講出差不多以上的情節 包括他為何要買架糕 去哪裏買架糕 以及驅鬼儀式發生的事 控方說 事主當時已經失去的部分 或是全部意識 案發時 從來沒有對有關儀式 表示同意 那可能管他先走了 好了 控方強調 張子裁 在驅鬼儀式裏面的 涉案行為 並不致命 但是這些行為 和事主的死亡高度相關 事主的死因 是因為過量攝取 酒精引致的肺炎 以及頭部受創 不論被告 究竟是想 測試的驅鬼技巧 還是有其他想法 他的行為 已經構成謀殺 至於 不買圓根 幫張子裁購買假恩徑 明顯都知道他用途 是屬於協助張作出猥蝕侵犯 另外 控方又說警方調查發現 附近行人曾經在案發地點附近 聽到女性的尖叫聲 和男人的怒敲 也都有路人 在當日早上目擊一個男人 帶出一張圓椅 而這張圓椅是有血跡的 控遍雙方情相的承認事實就是 事主輕度弱智 有聽覺和言語的障礙 2017年7月前 一直是就讀展亮技能發展中心 而這個張子裁是道士和註冊中醫師 他 事主 和事主女的老母 和上 剛才說姓張的女子 在2017年12月 撲遷入這個案發處子 真是五個人住 這個姓張的女人是什麽人呢 那承認事實有提及 事主在案發當日被發現 倒閉在屋內 事主老爸報案 九戶圓到場之後 發現事主臉部有雨霜 右腿受傷 背部有屍斑 當時穿著牛仔短褲T恤 和攬住成人尿片 警方在現場找到一顆60厘米的斷棍 牛女的斷的牛斷 三個蚊拍 一箱拖鞋 以及一張椅子 發現事主的血跡 這張椅子 不知道是否是有人目擊到的 常術的斷棍 蚊拍和拖鞋 就放在事主臥室外的祭壇 將桌下 另外 在祭壇附近 警方檢獲一張王子 一支中國紋筆 一瓶蜜水 一把木劍等等 是否有心殺人 也是另一種事 但是他這一家人多笨 已經笨到一個點 你沒有常識的嗎 喝那個師傅 喂 沒有 為什麼呢 他可能真的覺得他要繼續做 你什麼陰莖插嬉 翁頭飲酒 可以驅鬼 為什麼會判斷他 什麼呢 還是他2017年之前在淺能道做 2019年 還是有人覺得 他覺得很辛苦 為什麼他不聽話 他不聽教的 因為沒有透開他 他好像撞東西 我真的不知道 驅鬼要用假鉤來插嬉 翁頭飲酒 另外的爸爸和姓張的女人 我覺得 都可以 審一下他 沒有理由 你看到女兒或小孩 你不妨礙的 我真的不妨礙了 休息一會 休息一會 我真的不妨礙了 讓我來看一下 我只會拚討